第201集 孟山,你怎么了? 林雪昌看到柳孟山闭着眼睛的表情,显得很痛苦,于是伸手碰了碰他。 柳孟山这时才猛地把眼睛睁开,缓了一口气之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问林雪昌道, 难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真的必须永远这样互相残害吗? 即便是狼,也不会像人类这样残酷对待自己的同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然而,林雪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柳孟山却已经自问自答了。 也许,我们现在不可能做到,可是我们要留下一个希望,一扇门,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 这时候,林雪昌玩儿一笑,说道, 哼,看到你这么痛苦,我倒是有句话,想要送给你。 柳孟山缓缓将头扭过来问道, 什么话? 窃格瓦拉有两句名言,第一句是,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地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那第二句呢? 柳孟山问道,嗯,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林雪昌说道,柳孟山点了点头,沉默了好久之后,他转过头,看着林雪昌问道, 你似乎不反对段天狼的计划了,嗯,只要不忙动,不伤害无辜的人,也不对这个事件带来大面积的破坏,我通常都是支持理想主义者的,更何况,这是段天狼的计划。 林雪昌说着,笑着看了看柳孟山,有机会见到他,告诉他,算我一个吧。 柳孟山垂下头,眨了眨眼睛,说道,不瞒你说,从一开始,你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2014年,10月14日上午,华盛顿,美国白宫。 这么说,美国将会有第二个女总统了? 女总统斜靠在椅子上,手中端着咖啡杯,看着眼前这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说道,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如此。 秃顶中年男人说道, 我个人对佩洛西便无任何一线,刚好相反,我对她印象不错。 当年我竞选总统的时候,佩洛西曾经帮助对付国防部的不利传言。 女总统说到这里,顿了顿。 但是,你们确定民选会再次支持一个女人当总统吗? 既然美国人可以接受一名参议员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接受一位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总统。 秃顶中年男人说道, 佩洛西的综合条件确实不错, 但是,有人说她心胸狭隘,抱负心也略有点强。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是否有点太老了? 女总统有些疑虑地说道, 心胸狭隘,不会拉帮几排。 年纪大了,容易糊涂,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 或许,对于总统来说,这些都是弱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了不起的优点。 秃顶中年男人说道这里,淡淡地笑了笑, 哈哈,至于民众嘛, 他们的耳朵和眼睛就像是由我们安上去的一样, 他们永远都只能听到和看到我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一切。 所以,总统各项,您不需要任何疑虑, 我们会确保您的党获胜的, 只要您也认可佩洛西夫人。 说是来听取我的意见, 但是我怎么听起来,更像是通知我有这么件事。 女总统有些嘲讽的,扬了扬眉毛说道, 哈哈,这样或许会让您不快, 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样更有效率。 秃顶中年男人笑道, 好吧,佩洛西夫人就佩洛西夫人吧, 不过,牺牲掉戈尔先生,让人听起来有点可惜, 她是个不错的人,跟我丈夫关系很好, 在环保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女总统思索了一阵,叹了口气说道, 好人总是用来被牺牲的, 因为只有好人死了之后, 他的下值才能够发挥出来。 电话响了起来, 女总统将电话接了起来。 总统,消息都到中国政府确认, 龙氏集团的确拥有三千亿美元的国债, 不过,中国政府声明, 这并不是出售美国国债的行为, 只是短期出借而已。 女总统皱了皱眉, 说道, 出借的时间是多久, 出借的代价是什么, 中间有没有什么限制条款? 中国政府的一切外交, 均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该死, 我不想听什么中国外交原则, 我想听中国官员的原话。 这就是中国官员的原话, 总统阁下。 听完, 女总统愤怒地将电话挂上, 那个傻瓜的手里, 确实拥有三千亿美元的国债。 女总统挂下电话之后, 马上抬起头来, 对秃顶中年男人说道, 听到这个答案, 秃顶中年男人微微一愣, 然后马上说道, 这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挑衅。 很明显是的, 但是,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马上丢三千颗核弹过去吗? 女总统反问道, 又或者, 马上大张旗鼓地, 对中国发动经济制裁, 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国政府, 已经开始暗中抛空美国国债了吗? 秃顶中年男人沉默了好久, 然后站了起来。 我要马上向上的汇报, 而在此之前, 至于你, 你要尽量拖住他们。 女总统有些不快地别过脸, 望向窗外。 你大概忘记了, 你才跟谁说话? 对不起, 总统阁下, 请您务必拖住他们。 秃顶中年男人身居一躬, 然后说道, 这时候, 女总统才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我会搞清楚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华盛顿, 万里五月花酒店, 3327号房。 美国人的服务态度也不过如此嘛。 刘梦山端着热咖啡, 站在窗边, 看着街景说道, 十二点就跟他们说暖气没了, 到现在还没弄好, 看在他已经快上百岁的份上, 你就原谅他吧。 传说, 上次总统在这里举行就职晚会的时候, 还停电长达半个小时呢, 跟这比起来, 我们算不了什么。 林雪昌说着, 跳了起来。 不过, 话说回来, 才十月份, 华盛顿怎么就冷成这样了, 真是莫名其妙。 哈哈, 也许是知道, 已经有两个人类有史以来, 最庞大的诈骗集团来了, 所以华盛顿怕得感冒了吧。 刘孟山笑了笑说道, 哈哈, 也许吧。 林雪昌也跟着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按照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沟通速度, 现在这个时候, 白宫那边, 应该知道我们两个不是疯子, 而是货真价实的交易者吧。 不出意外, 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应该可以接到电话了。 刘孟山说着, 看了看在街上来回走的便一特工, 大冷天的, 还在街上乱晃, 还要装作很忙的样子, 真是挺辛苦的, 也许, 我们应该请他们喝杯咖啡。 只要你是花自己的工资, 没有人可以阻止你这么做的。 林雪昌说道, 哦, 那就算了。 刘孟山马上说道, 我的同情心多到泛滥成河, 可是钞票可少得可怜呢。 两个人开了几句玩笑之后, 林雪昌又开始回到主题, 孟山, 其实直到现在, 我依然有点不是很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决策, 他们这种做法, 实际上, 绝对会被美国政府解读为挑衅行为。 难道, 他们就不害怕美国政府因此强烈反弹, 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经济战提前开打吗? 一颗炸弹, 就可以引起世界大战, 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已经憋足了劲准备大家干一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算是扔一颗炸弹, 也只能让联合国的桌子震动几下罢了。 你是说, 美国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 绝对不会主动发动进攻吗? 林雪昌问道, 当然, 中美必有一战, 对于这一点, 无论是中国, 还是美国, 全都心里有数。 这是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美国赢了, 世界继续维持现在格局, 中国衰弱并且瓦解, 中国赢了, 美国衰弱并且瓦解, 世界进入全新的格局。 刘孟山说到这里, 顿了顿, 这一战, 虽然未必会死多少人, 但是, 却是真正的生死之战, 在没有做好十足准备之下, 无论是中国, 还是美国, 都不可能轻举妄动, 这一点, 中国政府, 不可能看不清楚, 所以, 他们才敢这么做。 中国衰弱并瓦解, 我可以理解, 毕竟将中国肢解成七块的说法, 在欧美从来都是相当有市场的, 但是, 我不明白, 美国瓦解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美国没有什么分离主义, 他们为什么会分裂呢? 林雪商不解的问道, 看好相反, 刘孟山笑了笑, 说道, 美国和中国比起来, 更加容易分裂, 而且, 它一旦瓦解, 就永远都不可能凝聚起来,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听起来有些狭隘, 但是, 现在国家的概念, 本来就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每个人都有家乡, 都有归处, 一旦美国真的陷入彻底衰弱, 那么, 美国马上就会分崩离析的, 我们回头去看, 无论是波斯, 还是奥匈帝国, 又或者, 拜占庭帝国, 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多民族国家, 可以长久存在的, 换句话说, 美国比中国更危险, 是吗? 林雪商问道, 时间, 当然对中国有利,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三大财团, 就不会急不可耐地想动手了, 刘孟山说道, 刘孟山的话刚说到这里, 房间里电话就已经响了起来, 这时候, 柳孟山便转过身来, 看着林雪商, 两人相视一笑, 看来, 美国政府, 比我们想象中更有效率, 三十分钟之后, 华盛顿某县办公室, 你们好, 我是美国财政部特别专员, 山本优美, 接待柳孟山和林雪商的, 是一排高大美国男子, 簇拥着一个娇小的亚裔女星, 你看上去, 很好看, 态度也不错, 柳孟山说着, 毫无礼貌地将身子压在椅子上, 让椅子向后翘着, 然后他将腿放在谈判桌上, 翘起了二郎腿, 但是, 让我觉得讨厌的是, 美国人, 为什么总会觉得, 所有亚洲人都是一样的, 难道, 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吗? 山本优美, 看了看柳孟山, 肆无忌惮地摇晃着双腿, 尽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不满的表情。 刘先生, 作为一个成年人, 请你懂得最起码的尊重。 这时候, 一直坐在柳孟山身边冷眼膀胱的林雪昌, 说话了。 山本小姐, 你的职位太低了。 职位? 山本优美, 将目光转向林雪昌。 林雪昌, 你的意思是, 我们尊重你个人以及你的民族, 但是, 我们不尊重你的职位。 林雪昌继续说道, 我们希望, 直接跟美国总统本人面谈, 我们只跟美国总统本人做生意。 总统很忙, 他不可能过问每一千小时。 山本优美说道, 三千亿美元的国债, 对于美国政府, 只是一件小事吗? 林雪昌反问道, 山本优美跟林雪昌对视了一阵, 最后, 他败下阵来。 好吧, 我可以答应你, 你们最后将会见到总统, 但是, 这必须是在跟我们磋商之后的事。 我们不是金正日, 我们也不是来讨论国家大事的。 柳梦山茶话了, 他将二郎腿放下来, 伸手翘了翘桌面说道, 我们只是想来做生意, 跟美国总统做生意, 这件主意的内容,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想要用这三千亿美元的国债, 购买美国政府手中的花旗银行的股份, 说到这里, 柳梦山站了起来, 我跟你们的谈判已经结束了, 如果想进行下一轮谈判的话, 叫你们总统来见我, 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们这些低级官员的身上。 我想特别提醒你一下, 柳先生, 尽管我只是个财政部官员, 但是我现在代表的是美国政府。 山本优美, 一下子站了起来, 有些愤怒地说道, 而柳梦山无所谓地摇摇头说道,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金正日, 美国人唬不到我。 柳梦山说着, 将一张酒店卡片放在桌上, 这是我酒店的电话, 我等着你们总统电话, 当然, 如果你以私人身份打拦, 我也很愿意, 哦, 对了, 请转告你们的总统, 我的耐心很坏, 他已经破了我等女人的记录, 不过, 我的耐性也已经到了极限, 我只能再等他三个小时, 否则, 这笔小小的国债将会被全面抛售。 五分钟后, 柳梦山和林雪昌坐在回酒店的路上, 林雪昌有些疑惑地问道, 梦山, 你刚才那么做, 会不会太过分了? 柳梦山不以为然地摇了头, 不使用这种羞辱式的方法, 无法向白宫里那位女人, 证明我们的决心到底是多么大。 林雪昌略微思考了一会儿, 点点头说道, 你说的也对, 我只是担心, 这会伤到美国政府的自尊, 让我们后面谈判, 不会那么顺利了。 林小姐, 你太小看美国人自尊了, 他们既然连赫鲁晓夫拿着皮鞋, 在联合国大会的桌子上猛敲都可以接受, 那又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呢? 三十分钟后, 女总统听完山本优美的汇报, 然后笑着点点头, 山本小姐, 辛苦了。 她说完, 山本优美就离开了, 然后女总统靠在椅子上, 用右手托着自己的腮帮子, 自言自语道, 花旗银行的股份, 为什么什么都不要, 偏偏要花旗银行的股份呢? 略微想了一阵之后, 女总统想到, 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个三大财团代表的脸色, 顿时有些恍然大悟过来。 我明白了, 这两个中国人, 要勒索的对象, 不是美国政府, 而是三大财团吧。 想到这里, 女总统再也没有任何疑虑, 马上把电话拿了起来。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西蒙, 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质疑地问道, 已经得到确认了, 龙过海确实得到中国政府的三千亿美元外汇, 前来谈判的一共有七个人, 不过主要谈判代表有两个人, 一个是林梦迪的妹妹林雪商, 另外一个是叫做柳梦珊的年轻人。 云飞说着, 将一份卷宗放在西蒙的办公桌上。 这是这个叫做柳梦珊年轻人的资料。 柳梦珊? 西蒙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确实是名不经传的一个人物, 根据我们调查, 也确确实实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 二集 西蒙打开云飞递过来的卷宗, 看到里面只有简洁的三页, 这可怜的叶术充分证明柳梦珊是一个多么平凡的人。 你觉得龙国海为什么会派这么个人来谈判? 西蒙问道, 云飞反问道, 你觉得龙国海派他来的目的是做什么? 你觉得他是真的想要花新银行的30%股份吗? 当然不会。 首先, 龙国海做这件事, 百分之百是受到断天狼的指示, 而断天狼知道我们百分之百不可能放弃这30%的花旗银行股份。 所以, 西蒙略微迟疑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知道了, 龙国海, 哦, 不, 更准确地说, 是断天狼想要从我们这里敲笔前走。 对, 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想要迫使我们妥协。 他们, 只是想要钱吗? 西蒙不敢相信地问道, 云飞笑了笑, 说道, 哈哈, 不是一点点钱, 而是很多很多。 你觉得数目会多大? 西蒙问道, 按照断天狼对自己的评价, 隐姓埋名气年, 所需要得到的青春赔偿, 怎么也不会低于一千亿美元吧? 一千亿? 西蒙的眼睛睁得老大, 世界上, 竟然有人比银横家心还黑,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无论是龙国海都没有钱, 他总不会拥有比美国政府更多的谈判对手。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找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来谈判最好, 因为这个人什么都不同, 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到任何迷惑, 他的心里永远只记住一点, 兼职他老板给他的要价。 这么说, 他们心中已经有一个价钱了, 而且是个不容易讨价还价的价钱。 西蒙问道, 我想是的, 不然来的人, 就不会是柳梦山, 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了。 云飞说道, 西蒙略微点了点头, 然后拿起柳梦山的档案, 细细翻了一遍, 看了一阵之后, 西蒙突然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柳梦山就是断天狼? 怎么可能? 云飞几乎是本能地问道, 好不容易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断天狼, 就这么突然自己冒出来。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 西蒙省眨了眨眼睛, 但是, 正是因为最不可能, 我才觉得最有可能。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清楚。 2014年10月14日傍晚, 万丽花园酒店3327号房。 自从回到房间之后, 柳梦山一直静静地坐在房间里, 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 暖气这时候已经修好了, 房间里显得很温暖, 在这种房间下, 保持沉默, 似乎显得有些无聊了。 于是灵雪商忍不住问道, 你好像很喜欢黄昏吗? 嗯, 柳梦山轻声答道,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灵雪商又问道, 清晨太蓬勃, 中午太热烈, 白天太现实, 夜晚太颓迷, 只有黄昏, 刚刚好。 柳梦山答道, 听起来, 好像你喜欢很平淡的生活。 看起来, 不大像是吗? 柳梦山反问道, 是的, 一点也不像。 灵雪商说着, 站了起来, 拿起一包四容咖啡, 朝着柳梦山摇了摇。 你要吗? 嗯, 来一杯吧。 柳梦山说道, 灵雪商一边泡着咖啡, 一边继续说道,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你们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甚至是比拉登还可怕的恐怖分子, 有谁相信, 你们想过的是平淡生活呢? 鲜花开得灿烂, 是因为根下的尸体堆积的越多, 看似壮丽的人生背后, 隐藏着的, 也许只是一声叹息。 柳梦山说到这里, 轻轻叹了口气, 世界上, 其实哪有那么多伟大的真理和理想, 人生, 又哪里有比自己更幸福更重要的东西呢? 我想, 世上大多数所谓的伟大人物, 在生命结束的时候, 一定会感到后悔吧? 回首往事, 过的竟是如此荒诞的人生, 简直是一声虚度啊。 伟大的人物, 一声是虚度的。 灵雪上停止搅拌咖啡, 有些讶异地望着柳梦山, 那, 到底什么样的人生, 才不算是虚度呢? 柳梦山, 有些萧瑟地笑了笑, 并没有答话, 只是轻声说道, 人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 柳梦山此刻的声音, 还是神情, 都让人感觉, 他是在自言自语, 不过灵雪上, 还是答道, 只要, 还有一个人为你哭泣, 那你活着, 就是有价值的。 哭泣? 柳梦山转过脸, 微微看了灵雪上眼, 然后又把脸转过去, 继续看着窗外。 过了一阵, 柳梦山, 缓缓闭上眼睛。 每当我闭上眼睛, 在我脑海里闪现的, 只有哭泣声, 无数的, 绵延不绝的哭泣声。 柳梦山闭上眼睛的时候, 脸上落寞, 自责, 而又无奈的神情, 让灵雪上不自觉间, 对这个才认识没有多久的男人, 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惜。 他甚至有一种走上前, 将他脑袋抱在怀里的冲动。 不过灵雪上, 早就过了被情感控制理智的年纪, 所以, 他只是走上前, 将咖啡递给柳梦山。 你今天怎么了? 柳梦山将眼睛张开, 缓缓调着咖啡, 他没有回答灵雪上的问题, 而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在我的床头柜里有几张机票。 机票? 灵雪上愣了一下, 什么机票啊? 你去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柳梦山说道, 灵雪上有些疑惑地看了柳梦山一眼, 走到柳梦山的床头柜边, 将抽屉打开, 看到里面有一个蓝色信封, 信封里放着一叠机票, 从华盛顿直飞到上海的机票, 乘机人正是灵雪上本人, 以及随行的所有谈判助理, 唯独没有柳梦山, 而起飞时间则是三个小时之后。 这是? 灵雪上看到这些机票之后, 马上转过身, 愈发奇怪地看着柳梦山。 三千亿美元很多, 但是对段天狼以及他的组织来说, 并没有决定性意义。 柳梦山并不看领雪上, 只是继续淡淡地说道, 图格涅夫说过, 只要在小说的前面出现过一把猎枪, 那么后面这把猎枪肯定是要开枪的。 段天狼所写的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 在经过了七年时间准备之后, 段天狼以及他的组织都不可能再做任何没有决定性意义的事。 不是为了钱? 灵雪上奇怪地睁大眼睛, 走到柳梦山身旁。 不为钱?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柳梦山继续说道, 过海哥跟政府关系很好, 中国和美国也有很大芥蒂, 但是这并不足以使中国 冒着跟美国发生外交纠纷的危险, 将三千亿美元国债短期租借给龙氏集团。 但是, 中国政府确实把这笔国债拨给了龙氏集团呢? 灵雪上说道, 中国政府是怎么将这三千亿美元美国国债拨给龙氏集团的呢? 柳梦山又问道, 当然是通过电脑。 刚说到这里, 灵雪上猛地反应过来, 他痴惊地看着柳梦山, 你们入侵中央银行系统, 传给数据。 啊, 不对, 就算你们可以修改拨款数据, 但是, 这么大笔数字, 必定要经过许多层层审批才可以的。 你可以更改电脑记录, 但是, 你们不可能伪造这些真实的文字记录, 更何况, 美国政府, 一定会就此事查询中国政府, 那到时候, 不是什么都穿帮了吗? 只要是人造出来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可以伪造的。 柳梦山说道, 难道? 灵雪上又想了一会儿, 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们已经买通了中国最高层? 没有, 我们没有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层中花一分钱。 柳梦山说道, 这下灵雪上就彻底糊涂了。 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就目前而言, 我们没有使用任何诈数, 三千亿美元国债, 确实通过合法渠道, 通过正规审批和程序, 去到了龙氏集团的账上。 柳梦山说到这里, 话锋一转, 但是很快, 这些真实的事实, 就会变成毫无根据的谎言, 不会有任何转账记录, 不会有任何审批公文。 在中国, 没有任何政府官员, 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 也不曾见过, 任何与这件事情相关的文字记录。 就算你把所有中国档案都翻出来, 上面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字, 跟这件事相关。 但是美国总统知道这件事, 美国政府有专人就此事, 查询过中国政府, 而中国政府, 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啊。 林雪商说到, 中国政府, 不会承认这件事, 美国政府, 甚至拿不出任何可以说服他们国民的证据, 没有任何原始电话录音, 也没有任何通讯记录, 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一切。 林雪商仿佛坠入雾中, 彻底地陷入迷雾之中, 好久之后, 林雪商突然一下明白过来。 你们? 你们从一开始就穿通了中国政府? 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你们跟中国政府合谋的? 无论是我, 还是大海哥, 从一开始, 就是你们的利用对象? 我们必须, 选择跟一个政府合作。 柳梦山沉默了一阵, 抬起头来, 看着林雪商。 罗斯切尔德家族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和欧美国家结合起来, 政治的最高目标是经济, 经济的最高目标是政治。 而罗斯切尔德家族之所以控制世界, 就在于他跟美国政府这台政治机器的完美结合。 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孪生兄弟, 想要战胜罗斯切尔德家族, 只靠我们是不可能的。 而全世界最适合跟我们合作的, 最有力量跟我们合作的, 以及最需要跟我们合作的, 就是中国。 我们根本没得选择。 不, 我不相信。 林雪商马上摇头,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段提郎策划的, 段提郎绝不会这样牺牲他身边的人。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你们就永远无法摆脱, 段提郎给你们带来的危险。 刘孟山马上说道, 刘孟山正没说, 林雪商只想了一会儿, 便又明白过来。 你是说, 段提郎这么做, 是想跟我们撇清关系? 这是保证你们安全的唯一方法。 刘孟山说着, 看着林雪商, 我们跟中国政府谈过, 他们将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这是我跟他们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那你呢? 你自己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去? 林雪商问道, 我? 刘孟山笑了笑, 我是个美国人, 我的父亲是个成功的银行家, 我没有上学, 我接受私人教师的家庭教育, 我是个严重的精神变患者,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我从未去过中国, 一切我在中国存在的证据, 都是高科技手段伪造出来的。 听到这里, 林雪商有些粗暴地将柳孟山打断。 好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我知道, 你们可以伪造任何东西, 你们也可以使任何真实的东西, 变成谎言, 但是我不关心这些, 我只想问你一句, 我们走之后, 你想做什么? 你将来会怎么样? 柳孟山看了林雪商一阵, 伸手拍了拍身旁的椅子。 坐吧, 我想跟你说些话, 这次, 知足以让你来, 就是想要跟你说些话, 现在, 是说这一话的时候了。 一个小时后, 柳孟山笑着从窗前站了起来, 朝着只有三十公分距离的林雪商, 缓缓摇手。 再见, 一路顺风。 林雪商也勉强地笑着, 站了起来, 朝着近在咫尺的柳孟山挥了挥手, 而他眼眶里装满的全都是泪水。 柳孟山笑着张开臂膀, 将林雪商抱在怀里。 记住我说的话, 嗯, 我会的。 林雪商点头, 走吧。 柳孟山松开怀抱, 林雪商再次点点头, 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在走到门边的时候, 林雪商停住, 转过身, 问柳孟山。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这一生, 真正想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柳孟山眨了眨眼睛, 答道, 在我最爱的人最想我的时候, 我在他身边。 很快, 林雪商等人离开酒店, 前往机场的事情, 马上就传到白宫。 当总统特别助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站了起来。 我要见总统。 三分钟后, 特别助理出现在女总统办公室。 听完特别助理的报告之后, 女总统迟疑了一阵, 然后问道, 那个谈判代表呢, 我是说那个。 柳孟山, 总统夫人, 特别助理说道, 嗯, 对, 他人在那里。 女总统问道, 他还在酒店里, 特别助理说道, 副谈判代表登记离开, 谈判代表还留在酒店。 女总统伸手摸了摸脖子, 听起来, 好像很诡异啊。 总统夫人, 我认为这是一种谈判计票, 施压的某种方式。 特别助理说道, 嗯, 很可能。 女总统点点头, 然后说道, 但是, 也很可能是两者意见不合, 那个副代表, 是个很著名的集团总裁, 应该是个相对来说, 比较理性的人。 而这个柳孟山, 名不见经传, 对于政治和经济, 一窍不通, 只知道一昧执行命令。 嗯, 很有可能, 因为谈判代表, 坚持于很高的补偿数字, 而副谈判代表, 认为不可行, 所以离开了。 但是, 这很难解释, 为什么他会把所有随缘都带走啊? 特别助理说道, 嗯, 确实有点怪。 女总统想了想, 不过, 不管是内部争斗也好, 还是谈判计较也好,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在谈判桌上见过真章之后, 才会看出原因。 那我们是不是尽快安排跟柳梦山的谈判呢? 特别助理问道, 不, 不急。 女总统摇了摇头, 让他一两天吧, 不要太急, 不要让他们看出我们内心的想法。 是, 总统夫人。 还是谈判楼梦山。